大家好,我是昂哥 欢迎收看高分美剧《塔尔萨之王》第一季第三集 美国烟酒枪炮及爆裂物管理局 包围了一所郊区处的老房子 因为里面的男人私藏了四只炸弹 已经有一名警官中枪 不久后,男人的一个朋友到来 却也不是劝说男人投降 而是大喊了一句 他们让你没得选了 男人听后对着外面嚷道 然后把狗子放出去,别伤害他们 房门打开,让一群狗子跑出 随后男人引爆炸药与房子一起灰飞烟灭 镜头给到德书 坐在咖啡店门口 将纸杯里的咖啡 倒入自带的陶瓷杯中 身世一定要保持优雅 正喝着 先前遇见过的白马进入视线 店员告诉他 那是老派罗特 家在一英里外 马场的人管不住他 不是所有马儿都能被圈养 这句话让德书若有所思 片刻之后 泰森到来陪德书练车 自己拿着工资 开车的却是老板 多多少少有些以下犯上 哦对了,提到工资 泰勒有些想法 问德书 觉得自己五年后会做什么 他预期的起码是成为一个帮派首领 德书直接否定 泰森虽然表面点儿郎当 可还没有到 必须以混帮派的方式生存地步 这让泰森很是惆怅 伯迪的药店正准备室外party 不少男男女女聚集在这里happy 德书注意到后院有一撮人在吸笑气 吸到爽处直接放庭 紧跟着找到伯迪 送他一瓶葡萄酒当做礼物 接着聊到笑气 一样花儿弹俗称笑气 一个气球在这里卖五刀 如果在奥拉拉之地直接翻倍 奥拉拉之地是个音乐节 那里有专门做笑气生意的人 一贯笑气能吹出350个气球 除去成本净赚上千刀了 当晚德书就找到酒吧老板米奇 想与他合作搞一下笑气生意 时评的利润就十多万 三天就能卖完 米奇的这个酒吧从技术上来讲 可以称之为餐厅 听完如此丰厚的利润 傻子才不赚 次日是德书参加路考大日子 阿曼德把车停在隐蔽处进行观察 德书一动他立刻跟上 车内泰森再次向德书表达自己的想法 他绝对是个混黑帮的天才 主要是我聪明能保住小命 德书笑了 聪明为什么不上大学 泰森有些头疼 是真不喜欢去学校啊 德书轻蔑一笑 你真的觉得有人会关心你念了什么专业吗 大学学历的意义在于告诉有人单位 你能连续四年坚持不懈 以教好的成绩按时完成一系列任务 好让他知道如果雇了你 你大概率会每天准时来上班 这就是大学的真正意义 接到路考考官后考试开始 德书启动车子驱车来到路上 你别说几十年没考试 还有些紧张 转弯时车向右手势向左 别管对不对 骑马是坐了 红绿灯停车时 一个蒙面人停在旁边举枪便射 德书以超上的反应救下考官 随后一脚油门追了上去 几十年的路考 考官还是头一次体验如此刺激的街头飙车 德书超进道 撞上蒙面人车子侧翼 但车子转了个圈后 继续追击 可惜最后被蒙面人利用对象车流甩开 没办法 德书只能记下车牌号 从考官脑门借点燃料写在玻璃上 警察将德书带到警局 参加路考等红灯时 一辆车不知从哪窜出来一顿烂射 没发生口角 直接砰砰砰 开干 这个经过德书重复了26次 警方就是不信 因为他前科累累 在黑帮也不是小人物 德书表示那都是过去事 自己现在清清白白 那凶手一定是跟考官有仇 郊外僻静之处 阿曼德摘下头罩 将车来了个毁尸灭迹 警局这边德书录完口供 戴希听完消息后 过来带他离开 正值晚间 二人一起到餐厅吃饭 谈到彼此的生活工作 听起来是一点不大便 可要真是戏论相似之处还不少 同样疯狂 同样出生入死 同样来自纽约 911事件之前 戴希在海关工作 在911事件中表现出色 但在萨利机长事件后 被发配到烟酒火器管理局的流放地 塔尔萨 二人聊得尽兴 不免喝得有点多 所以次日 戴希离开酒店后 德书打了电话 给琪琪说了昨天的刺杀事件 他怀疑是文思的报复 但琪琪表示 这件事已经翻篇 绝对不是文思不服气寻仇的 另外 琪琪也很生气 德书的怀疑 无疑是认为他镇不住的人 公司疯了才会搞你这个聚宝盆 警局内戴希查到了那天 去老房子喊话的人 基兰黑碎石帮的老大 案底得有字典那么厚 引爆炸弹的是他的御友 他身边还有一个女弹药专家 三次被派驻阿富汗 作战经验丰富 重要人物死了一个 看来得从剩下的人查起了 医院内德书前来探望考官 带了树花没地方插 随手男情要活凑合着用吧 德书给了他一万块钱 当做受伤补偿 也当做让他帮忙查车的报酬 现在已知线索是一辆蓝色雪佛兰 有车牌二的前四位数 以此找到线索应该不难 这次的暗杀 让德书警惕心大增 泰森这个孩子在自己身边不安全 所以掏出遣散费辞退他 以免杀手巡车车找到泰森家 伤害他的家人 没成想泰森压根不持这一套 他已经25岁 什么都懂 风险与基于并存 不拼一下怎么发家之父 既然如此 那就继续做事吧 德书现在需要一辆新车 不要林肯两行员 也不要黑色的车 而且得是免费的 这可不是无理取照 那辆车随随便便就能被打穿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是辆次品 必须让那个经销商给换辆新的 泰森这边重回爆炸现场调查 看到有条狗子没有离开 吹了声口哨 狗子非常配合的跑到了泰森的车上 还行 这次调查生活不小 考官也帮德书找到了有用信息 车子被烧毁 现已被卫生部门处理 被安置在废弃停车场里 由于阿曼德点火后关上车门 封闭的环境导致燃烧没有持续太久 车内发现给马减轻严正的阵痛油 高度一燃 还有一张印着FR的皮料 马FR这两关键字结合查询 找到一个距离5英里的分纳里奥牧场 得出当即驱车前往 找到牧场的女老板 自称是位私家侦探 有人偷走自己顾客的车还给烧了 所以前来调查 可惜脚上的鳄鱼皮鞋让女老板看出端倪 我还是个宇航员呢 骗鬼去吧 老娘这有171个员工 能保住他们在干活的时候 只做正经的事 但一出大门就不归我管了 德叔想四处打听也遭到拒绝 那怎么办呢 既然进不去 就在门口守着 没一会儿就看到阿曼德这个老面孔 德叔紧紧跟上 到他家门口正想弄手 就看到阿曼德儿子出门迎接 温馨的场面让德叔有所触动 杀意暂时退去 此时泰森在家中对着镜子练习 一个合格的黑帮成员 必须有足够的凶狠的面向和语气 听得外面的老爹一阵头疼 孩子应该早就过了叛逆期了 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 本集完 以上就是塔尔萨之王 第一季第三集的内容 对后续剧情感兴趣小伙伴们 欢迎观众哥 我们下期再见